我們進到簡報第19頁 我們來認識一下各位剛剛手上拿到這個開發板 那你這個開發板拿到之後 其實它上面體積 各位把那個盒子打開 你把盒子打開之後你會發現 在這裡 這樣 好 你這個盒子打開之後 那開發板在裡面小小的 在第二層 在第一層 有的在第一層 有的在第二層 有沒有 盒子 開發板就這樣 這麼大一個 這麼大一個 那 這個呢 這個 它本身上面把它翻過來 這樣子 這樣就跟我們的 就是簡報上的一樣 你在這裡看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 在左上角這裡 就是 左上角這裡 這個有一個三色LED燈 好 左上角是三色LED燈 然後 右手邊這裡叫光明電子 就是判斷很光線的 譬如說它內建在裡面 另外下面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按鈕 這裡可以按的 所以它總共 除了板子以外還有附上 三個元件讓你用 三個元件讓你用 所以你看 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 三色有一根光明 跟下面的開關 那 有沒有發現這板子上 一樣有這些剛剛所看到的這些數字 電源 有沒有3.3 VCC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福特 另外有沒有一堆數字 有的是有毛毛蟲 只是因為板子比較小 所以相對它的什麼 它的那個 腳位會比較少一點 腳位會比較少 那腳位這個 你怎麼看 在這邊 這個 你把它翻過來 把這樣翻過來 這樣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貼紙 對不對 旁邊有貼紙 所以有沒有人 你的貼紙是已經掉了 應該還好 但是有的 有可能那個貼紙會掉 有可能貼紙會掉 所以你稍微留意一下 那麼 了解了它上面這些 電源之後 如果你把它插上電的話 會像我這個樣子 一開始它會先閃紅燈 表示它在嘗試什麼 連上我們這邊Wi-Fi 那如果 它 閃完了 連線成功 會先熄滅之後 再亮一次綠燈 然後又熄滅 如果你是一直亮紅燈的 就表示 你的裝置 其實是沒有連到我們這邊的Wi-Fi 好 我給你看一下 把它連上去 有沒有 開始 第一個會先亮紅燈 接著它會開始閃爍 找我們這邊的Wi-Fi基地台 好 如果有找到 熄滅的 亮綠燈 然後就熄滅 這樣了解 好 有沒有的 你的是一直亮紅燈的 你不要看到後面 後面這個 這個藍燈 是指有沒有 接上電源 好 有沒有接上電源 啊這邊的 你要看前面的這個三色A 而已 這樣 OK嗎 有沒有 你的是一直亮紅燈的 一直亮紅燈 就它真的沒接上 好 那 你用那個線啊 你可以用 老師借你那個 一公尺的 你這樣 你要放在桌面上 比較方便 原本的都是只有幾 大概 20公分左右的那個 你就會掉著 待會 我們如果 接上其他裝置 你這樣掉著 你會比較不方便用 你可以讓它放在桌面上 會比較好控制它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有 那另外 我們 順便講一下 你們裡面是不是也有 那個LED燈 在這裡 有沒有三顆 顏色的LED燈 你可以隨便挑一顆出來 隨便挑一顆出來 比如說我這邊挑 紅色的 已經被玩斷了嗎 好可憐 沒關係 來你看這裡 你認真看一下這裡 這個 因為這個 這些設備都被人家這樣 玩來玩去的 所以 來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看虛擬的 LED燈 有沒有長短角 你看這個針的 LED燈 有沒有長短角 對不對 一樣是不是長短角 不是它品質不良喔 兩個都一樣長 才叫品質不良 所以 長短是什麼 正極 短角是負極 那所以你看我們這個 開發板上面 你翻過來有沒有一個GND 對不對 所以待會短角又要接在GND 那現在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插著電喔 所以請你先暫時不要 請你先養成一個習慣 你要裝新的設備 一定要把電源先拔掉 電源先拔掉 你再裝 裝完再把它插電 這樣會比較安全 這個安全值的不是說你會被電到啦 但是 你如果不養成這情況 很容易你插著電 裝進去 有可能會燒壞掉 燒壞掉 雖然LED燈很便宜 一個兩塊錢而已 但是你其他的設備 有的就比較貴喔 就不適合這樣 所以你看我這樣子 來問一下各位 請問 LED燈可以劈腿嗎 可以啦 如果 你真的腳位差一點 你可以稍微把它翻開 但是不要真的 等它變180度啦 這樣會凹凹掉 來 為什麼呢 因為待會呢 我們這個 我要把它接在哪裡 因為這裡有 15 對不對 可是15的話 會跟我們的一個 有衝突 哪一個有衝突 你看剛我們上面這裡 我們這邊有毛毛蟲的 有這個毛毛蟲的 12 13 還有15 我們事實上 會跟我們這個 三色LED燈共用 所以平常我比較少會接這幾個腳位 因為如果你有接 這個燈也會跟著亮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會比較奇怪 因此平常我們在用的時候 大部分會略過這裡 那我在這裡呢 我就用哪一個 就用二號腳位 用二號腳位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這裡 我把這個 搬開一點點 但是長腳 是正極 所以我把它插到哪裡 02 有沒有 長腳正極插到02 短腳 我直接在GND 這樣放進去 你就慢慢的插進去 然後到底 就好 不要太暴力就可以了 這樣你了解了嗎 這樣 有沒有問題 可以了齁 好那我們就先暫時到這邊 待會我們先休息一下之後 再來繼續 再來 11 there 就是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